今天小编来到了广东省兴宁市,这里被称之为围龙屋之乡,面前的这座半圆形的建筑就是典型的客家围龙屋,也是中国的古典建筑之一。 它是属于土楼的一种形式,多建于岳、干、闽三省交界处,是客家人的传统建筑。 围龙屋的悬址充满了风水观念,如后为部分地留有一块拱形隆起的坡地,称胎土,是围龙屋的龙脉所在。 半月形的水池更具有聚气聚材的功能。 从整体形象看,围龙屋表达了浓厚的背山面水,环抱剧情的情感体味和风水思想。 有缘刷到视频的朋友,评论区打出繁荣昌盛四个字,你的家庭今年一定会有好运到来。 我是足迹客家,关注我,足不出户,带你走遍中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